美国上周五出炉的非农就业数据远差于预期 显示经济基本面正在转叉 市场担忧美联储9月份财降息可能为时已晚 加上中东局势紧张 避险情绪引发日元对美元加速回升 日元套利盘拆仓进一步触发亚太区主要股市 在周一全线跳水 日本和韩国股市盘中曾经触及熔断 日经指数大跌近4500点 是历来最大的单日跌幅 而且从高位回落超过两成进入到技术性熊市 而台湾和韩国股市则是跌幅都超过了8% 欧洲股市的早段也是全线低开 日经平均指数周一收报31458点 重挫4451点 创下历来最大单日下跌点数记录 并且是去年11月以来第一次跌穿32000点大关 跌幅达到12.4% 而涵盖范围更广的东正指数盘中触发熔断 收盘也下跌超过12% 与日经指数双双创出1987年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记录 盘面上33个行业股价指数全数收跌 证券 银行及保险指数跌幅都超过16% 截至周一收盘 日经指数由7月份创出到接近42500点高位 已经累计下跌近26% 技术上陷入熊市 韩国首尔综合指数也大跌近9% 创16年来最大单日跌幅 并且在盘中触发熔断 反映创业版市场的Costak指数重挫11% 是4年半以来首次触发熔断 全中股三星电子与SK海力士 跌幅都在10%左右 台湾股市同样遭遇闪崩 全中股台积电和鸿海都收跌接近一成 300多只个股盘中触发跌停 加全指数失手2万点整数关口 中场收跌8.35% 创单日最大跌幅记录 总市值单日蒸发近6万亿台币 此外 新加坡 马来西亚 澳大利亚等 主要股指都有3%至4%左右的跌幅 MSCI亚太区指数一度大跌6.7% 抹去了今年以来的所有声势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